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做什么呢 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即将迎接我们的农历新年 大家应该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整理环境 过年前大扫除 已经想好要怎样为你的空间增加年位呢 就跟着老师用毛根做出充满年位的布置吧 今天老师想要带大家做的 如何用毛根材料做出很可爱很可爱 所以挂在墙上或是车上 都是很有趣的装饰 而且不会太困难 充满了喜气 它的正面是一个春子 那朵大大的花 非常的讨喜 非常的可爱 接下来就仔细看老师操作咯 首先我们先拿出三根红色的毛根 对齐 对齐之后呢 一样在中间的位置 从中间处扭转 扭完一圈之后呢 摊开米字形 再拿一个新的红色毛根 在毛根的尖端的部分 弯折 勾住其中一根的尾端 把它压紧 转回来 然后呢 由下往上转一圈 由下往上转一圈 缠绕的动作要连续制作 十根的毛根 缠到大概这么大的面积 所以我们就持续制作咯 缠绕到大约直径十公分 我们将平顺的 有点类似玫瑰花花心的这一面 朝外 然后呢 这六根 毛根 往内 弯折 让它置中 抓一个定点 固定 取出黄色的毛根 然后找到刚才的收尾点 我们要做鞭炮的侧边 然后一样勾住 勾紧哦 可以的话 把这边收紧 好 由外面往里面绕一圈出来 大致上的厚度差不多 大致上的厚度差不多 来到我们的正面 我们要把我们的文字放上去 这时候来准备我们的尖嘴 我们可以先大概把文字的字句拉出来 先剪一段毛根 然后呢 这边做一个弯折 之后 插进去 然后呢 记得把这边 间接的地方 手进去 压紧 做固定 好 一个笔画就好了 然后呢 一个笔画 也是一样 我们要做一个笔画 好 好 好 等一下 好,春枝就完成啦 藏着毛根对着 拆成一半 小勾勾可以挂在我们想要挂的地方 然后我们用红色的毛根一样 从节点的部分缠两到三根毛根 然后稍微蒸一下型 边胖呢,我们就拿起一根金黄色的毛根 用尖嘴前的前端 往前转一个小圈 用手指辅助 压着 好 大约快两公分左右 有超过一点点没有关系 把毛根的另一端从它的中心点穿过去 那我们就会获得一个长得像小香菇的形状 好 拿出一支笔 老师是用压克力笔 这毛根的毛根 沿着笔 绕 一样用尖嘴前辅助 大约五公分 的位置 夹住 然后由尖嘴前的位置 当圆心 前端的部分 由下往上穿 那一样是中心的位置 这样子我们就获得一个鞭炮 就绒胶把它固定拧起来 会比较稳固 那我们就混合一个小鞭炮 一样的鞭炮呢 我们要做十五个 像这样子 串联在一起 一样的步骤 我们要超做十五个 然后呢 我们来做 上面的小花 来 压住 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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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穿过来 在位置 在位置的话 让另外一段 稍微露出来一点点 它可以辅助你 把根 固定 好 拉下来 穿下来 就这样 好 五个花瓣 摊开 稍微压一下 像这样子 可爱的小花就完成了 好 三朵小花 背齐之后呢 我们来做 叶子 好叶子怎么做呢 我们拿一根绿色的毛根 对折 踩端 一起 一根毛根 再对折 一分四分之一 然后 加入两根短的毛根 对起 长的毛根 对折 然后 扭转 扭转之后 摊开 把它门 往下 一起弯折 弯折之后呢 我们将 取其中一根 长毛根 绕圈 记得哦 全部的 毛根的尾巴都要 竖刀 不然它会松脱 好 拉紧 我们就要活得一片小叶子 小白花 从这个缝中边给它穿过 过去 就我们的 绒腔 把小花的位置定一点固定好 先取出 一个金葱 一样 对折 这部分我们先做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来做后面这一朵 白色的 牡丹花 我们准备六根 毛根 在最中的位置 我选一个黄色的毛根 把它拴紧 然后担开 我们就获得十二根毛根 那这十二根毛根呢 我们就一一的 从我们的毛根的尖端的部分 往前转 螺旋 转螺旋 转到底哦 那这个动作 要有点耐心 要重复做十二次 全部 捐好之后呢 我稍微把它调整成一个平面 我们可以先把 你的花 粘贴在编炮的背后 好了 我们将边套一个一个固定上去咯 然后三个为主 把它拴紧就好了 我们将边套一个一个固定上去咯 一二三四五 总共有五组 把15个鞭炮依序的固定上去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鞭炮 老师这边现在有两组 非常的讨喜 喜欢的话都可以自己试着做做看哦 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 请订阅按赞分享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哦 老师将不定期的 在频道里分享各种有趣的手作 下次见咯 新年快乐